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悉尼科技大学的 于水教授为大家带来 Networking and Big Dat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讲座 那么于教授他的这个研究方向的话呢 他包括安全和隐私 网络大数据和数学建模 到目前为止 于教授已经在包括 IEEE的TPDS,TC,TIFS,TMC,TKDE,TETC,TON,INFOCON等 国际顶级会议和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 并发表专注两部 值得注意的是 今天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讲座的话呢 是于教授于2013年首次开创的一个研究领域 我相信透过这个讲座 一定会给参加会议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带来很大的帮助 到目前为止 于教授的H-Index为41 同时的话呢 于教授也担任了包括 IEEE,Communications,Service and Tutories IEEE,Communications Magazine等 多个国际顶级期刊的这个编委会成员 目前于教授也是IEEE的高级会员 Triple AS和ACM会员 同时也是IEEE通信学会的卓越讲师 现在的话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个于教授 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讲演 谢谢于教授 谢谢熊教授的介绍 我觉得非常感谢 但是我觉得熊教授有个地方讲的有点出入 我这个开创了 其实不是开创了 是我发现了这个趋势 早一点 可能稍微早一点就能看到 我也想开创 那开创不了啊 是吧 能力有限 好 非常感谢这个熊老师的这个邀请 也感谢同学同学们和各位同事这个来捧场 我今天呢 主要是想跟大家呢 汇报一下或者分享一下我们做的一些工作 假如能对各位同学有所帮助的话 我觉得那就是十分欣慰的 这呢我也争取是这个五十分钟左右 这个把这内容讲完 然后呢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 我也欢迎跟大家讨论 假如以后有可能的话 我们也可以一起合作 做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工作 这个锻炼我们自己 提高我们自己 我这个报告呢 题目叫Networking and Big Data 就是网络和这个大数据 这个呢 因为我们这个RHV通信协会 这个Comsac 它有一个这个叫卓越讲师的这个program 所以呢 这也是我在这个program里面的一个 一个报告的题目 原来准备是到中国去 到这个各个的 特别是我们电子科大所在的那个西兰这个 chapter去报告一下 但是由于这个肺炎的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这些tool都取消了 大家非常感谢 也非常荣幸呢 能在我们陈电在此给大家汇报这个事 这个我们这个广告就不打了 我这个报告呢 主要包括以下这么几个部分 一个呢是这个introduction Big Data Modeling 就是大数据的这个建模 下面两个部分呢 一个是Networking for Big Data 第二个呢是Big Data for Networking 这两个呢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角度 最后呢因为我们这个熊老师的这个组 更多的还是做安全隐私 所以呢做安全密码的 所以我也介绍一点我们在这个隐私方面的一些工作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点信息 我这个报告有很多人说呢 这个听了某人的报告 他讲的千话乱坠 讲完了以后我不知道他讲啥是吧 我觉得我这个报告呢 不管他讲的怎么样 我觉得最后呢有几点 我希望是我这个报告的 我想传达的信息 一个呢是大数据带来了新的这个机会 和新的这个新的问题和新的机会 这个事毫无疑问了现在 第二个呢 Networking for Big Data 是一个很好的领域 因为大家好多一讲到Big Data 都是在AI的事 其实不然的 我们做网络的人 也是有很多的机会 后面我会介绍 假如我们不给他们支持的话 估计他们也这个事情也搞不定 另外一方面呢 Big Data for Networking 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 还有一个呢 就是Big Data Privacy 是一个重要的 是一个 现在的隐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 一个好的题目 就像这个八几年的深圳 那时候去那你就发财了 对吧 现在这个大数据的隐私 你要想做好东西的话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金矿 但是现在这个大数据是一个新事物 要应对这个新事物呢 我们必然要新的工具 这个新的工具从哪来呢 一个就是修改改造 旧的工具 另外一个呢是发明性的工具 这两个我觉得最后这一点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 假如你能在这方面做一些贡献的话 那那工作肯定是不错的 那什么是大数据呢 这个现在我们 大家也 现在大数据 因为我这个报告是很久以前就已经形成了 这个大数据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好 那你看看这个权威人士在干什么 是吧 有的人炒股票炒的好 你自己不会炒 你个人他炒就得了 是吧 这个就是 那你看我们 你不知道哪个方向好 你看看Science这个杂志 他在主要讨论什么 那就证明这个东西好了 14年Science在讨论大数据 然后15年呢 他又讨论了大数据的隐私 这个就是 为什么 因为我的境界不够嘛 但是我看Science这样做 那我就 我也跟着他 好像也不会 不会错到哪里去 那你说这个大数据 一提到大数据 大家多多说这个AI 大数据好像就跟AI是画等号的 那这个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做什么神经网络 深度学习 什么 叫增强学习 是吧 你看周志华教授最近也出了一本书 关于学习方面的 那这个 那这个我们的背景呢 是做计算机网络的 那是不是说他们做AI的人 在这个玩大数据 玩的开创公司啊 这个做新的东西啊 那我们做网络的人 是不是就 没火烤呢 是吧 也有私传话来讲的 那 那你看他们这个大数据 在这个做的热火朝天 其实在我们做网络的人眼里面来看 我们做网络的人 看这个世界 整个世界是七层的 对不对 最上面一层是应用层 那么这些做AI的人他们在哪儿做 他们其实是在 在我们看来他们是在应用层在工作的 那我们做网络的人 我们还是在网络层 更往底下我们还有这个什么通信的 这个物理层 那是不是说这个他们做大数据 我们就做网络的人就 就不能参与呢 不是这样的 在13年14年的时候呢 我那个时候我一看他们做的热火朝天 我是做网络的背景 所以我觉得啊 那是不是我们 他们做我们没火烤呢 后来我就把当时这个I2E里面 所有的文章 不是所有的吧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 关于数据大数据的数据挖掘的文章 我看了 包括这个吴信东 这个吴信东教授是安徽老乡啊 他写了一个中述 发在TKDE上面 我把他们这些文章看完了以后 我就发现 他们做数据挖掘或者AI 他们有两个隐含的条件 一个条件呢 他们要求数据是local的 就是数据 你必须要在我本地我才来学习 第二个呢 他们期望数据是同构的 homogeneous 然后数据异构的 好像他们就挺困难 就是说你声音啊 图像啊 这个文字混在一起 他学习好像就不太能带劲 当然也他们也在 也有一些挖掘的人 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这里面呢 我想重点还是在这个 数据是本地的 那你数据是本地的 那现在是这个 特别是这个欧洲这个GDPR 这个隐私这个法规出来了以后 你这个数据 你不能把数据集中在一起 原来你把所有数据都集中在这个北京 然后再进行这个数据挖掘 但现在不行了 现在这个上海的数据只能留在上海 成都的数据只能留在成都 那你这个时候 你需要进行学习的话 你必须要借助网络层 网络层的帮助 必须要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联邦学习 那他就是一个 需要我们网络协助他来进行这个 进行学习的 我们不协助他 他联邦学习 他进行不了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 我说我们这个 当然那个 我们是稍微早一点发现 这个网络人也可以做着的 做网络的人也可以做大数据 是吧 所以说我们 我当时就给这个 这个I2C Network 现在应该是也是我们一区的一个杂志 是我们通信协会里面旗舰的杂志 网络的杂志 我一个主编联系 我说我发现这个 网络我们可以做大数据 Networking for Big Data 所以他很高兴 是吧 就是 就是现在的沈学明教授 现在是这个中国工程院的外籍院士 他当时当主编 所以他说 那你们搞一个专刊吧 那我们就组织了一个专刊 专刊的名字呢 叫Networking for Big Data 我们的专刊非常成功 是吧 投稿量很多 所以呢 那个主编说那一期放不下 我们给你两期 所以我们有两个 Part 1 Part 2 你现在看到这个封面呢 是Part 2的这个封面 这个 然后后来还有好多作者的 好的文章 我们没办法收 对吧 所以说那跟沈老师商量 我们那我们编一本书吧 那我们编了一本书 编辑了一本书 也叫Networking for Big Data 是这个CRC出版的 这个大概是在16年出的这个书 17年的时候呢 我和这个我的一些朋友啊 这个南京大学的这一帮朋友呢 写了一个这个写了一个综述 叫做这个 也叫Networking for Big Data 就是说 我们比较早的就发现 M做网络的人 是可以做大数据的 是吧 从来 从我们那个 当然了 肯定也有很多人已经意识到 那个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只不过他们没有很忙 没有采取行动而已 所以我们呢 就采取了 编了一个一个专刊啊 然后呢 从那以后 我们这个RH会议通信协会里面 这些旗舰的会 比如说Global.com 网络层可以为他们应用层服务 对吧 你需要什么数据 我去给你调过来 这个叫Networking for Big Data 后来我的那个 我的一个朋友 就是现在香港理工的这个 郭松教授 他说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反过来 就是Big Data for Networking 就是说你这些有这个大数据 你这个应用层的人 怎么样为我们网络层服务 比如说假如你有了大数据 你对这个网络的设计啊 这个网络的流量 这些东西你不是知道了吗 每天什么时候是高峰 对不对 这些这些数据 可以对我们网络的设计呢 特别是云的设计会有帮助 所以说呢 他又领头跟主编联系 我们又组织了另外一个专刊 叫做Big Data for Networking 就是应用层的大数据 怎么样为我们网络层服务 这个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但是现在你看 我们做网络的人跟AI相关的 都是在做两个事 要么就是网络为大数据服务 要么呢就大数据为网络服务 大数据呢那是一个 是一个新的事物 相对来说是一个新的事物 其实呢这个阳光之下没有新事物 好多东西只不过是 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那个旧的问题还在 比如说资源管理的问题 任务调度的问题 是吧安全的问题 还有隐私的问题 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新环境 换了一个大数据 这个新环境呢又重新出现了这个问题 刚才是introduction 第二部分呢我想介绍这个 那现在这个大数据出来了 我们这个新东西出来了 我们我们怎么样研究它呢 是吧我觉得我们计算机的背景的人呢 有一个缺陷 就是说我们好多时候缺少这个 这个理论的工具 数学的工具 人家跟你说在皮县那儿有 独江县发现了一个金矿 这个时候呢你第一反应 你不是去马上跑到独江县去开始挖 对不对用那个小小体啊 用那个一个小盆在那儿筛黄金 对吧而是应该去山东去买它几百辆挖掘机 是吧顾几百个人来找挖 这个才是我觉得才是工具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觉得这个大数据这个问题来了 那我们要什么样的工具来描述大数据 然后大数据它有什么属性 然后我们才分析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数据建模 是我们研究大数据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大数据的网络 大数据的隐私 大数据的这个安全 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 那你说这个大数据的建模 那有哪些工具呢 这个时候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理解 第一个工具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几何的这个角度 那几何的工具呢就是图论对吧 一个比如说你这个微信的这个网络 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 然而我们俩是好朋友的话 我们俩中间就有一条边 对不对 我们两个这个交互很多 那我们这边的这个权重就比较大 我跟另外一个人的交互比较少 那我们的权重是不是就比较小 那就是一个大数据集就变成了一个大图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用一个大图 把这个大数据给它表达出来了 那 哎呀不好意思 那你想在这个 你想在这个 在这个大图上你想做发现什么 那这个图论已经有了几百年龄历史 里面有很好的结论 可以帮助我们来做这个所谓的理论工具 另外一个 当然了你用图论呢也有一个也有很多新的问题 是吧 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也是体是这个volume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现在这个图实在是太大了 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图的动态属性 我们知道这个图论呢是欧拉那个哥尼斯堡七桥问题 他引发出来的 但是欧拉他们在做图论的时候 他们没有动态属性啊 那个桥是定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交网络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互联网 它有个动态属性 所以说有一个叫做所谓的十变网络 那这个时候传统的图论呢是没有给我们提供相关的工具的 那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在这一方面在努力 当这一方面取得一点点进展的时候 那我们的这个计算机这个方面 这个这个也会跟着这个提高 刚才说的是用这个几何的方法 那淡数的方法呢也是有工具的 一个呢就是说用矩阵的方法 是吧 用矩阵处理啊 我这个我们陈建那个 有一个老师我忘了他叫啥了 原来是数学系的系主任 他写了一本书啊叫矩阵处理 哇很后一本书是吧 但是呢那你现在你说你用矩阵来处理的话 那这个矩阵这个馒头呢也不正好合大数据这个嘴 那这个那个因为大数据是高维的呀 我们矩阵是是是两维的 那这个那有没有这样的工具呢 这工具是有的 叫Tensor就是所谓的张量 这个这个呢是物理学里面的一个概念 是这个呃 它是来处理高维数据的一个工具 假如你想这方面 那你把这个工具掌握了 你再回过头来做我们计算机里面的这个呃 啊问题那是不是得心一手是吧 那些审稿人看你这个东西都觉得你这个好 嘿嘿对不对 就好像你从这个啊 首都哈 买了一些漂亮衣服 你到那个县城去 那别人看着你都觉得你很时髦 呃那个大数据建模呢 其中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建模的工具呢 就是用统计 就是statistics 但现在呢这个 这个东西 并不是说这个传统的统计就能用来 啊 呃 直接就用来做我们大数据里面的这个建模的 那这个建桥的有个教授 他对这个 呃在science上发了一篇这个一篇短文 就是介绍这个统计学面临的挑战 好 传统的统计学呢 就是大的样本小的概率 就问你给你整个成都市的这个医院的数据 问你今天有多少人感冒 或者说我到成都去 我感冒的概率是多少 但是在大数据时代呢 这个不一样了 就说给你很整个成都市的样本 但是呢问你我到成都去 我感冒的概率是多少 对吧 我这个啊 这个胃痛的概率是多少 我这个啊 这个是拉肚子的概率是多少 所以他问你很多个屁 这样呢很多个probability 这样的话每一个probability 它的这个这个就比较小了嘛 对吧 比如我到成都去对吧 我这个吃了这个啊 这个这个火锅 我这个肚子不舒服的概率 那个概率可能可能非常小 那这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small probability 小概率事件的研究 它也是发生的啊 就是以前呢我们不怎么研究它 但是在大数据时代 我们就要研究它了啊 那你说这个研究它的工具有没有呢 是有的 这个工具叫large deviation 是吧 是这个probability theory里面的一个 就是很多人就是炒股啊 就是那股票呢 那个烧起那个轻微的波动 他都能给它算出来 那这个时候 他用的这些工具呢 就是哎 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东西啊 假如你掌握了这个工具 你再回过头来啊 来研究大数据 那得心应手啊 那现在呢 第三部分呢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networking for big data 我们现在有了一些这个infrastructure 而且我们有云作为我支持我们大数据的平台 当然现在也变到雾了 是吧 什么数据中心网络啊 这个时空网络啊 软件定义网络啊 是吧 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平台我们是有的 那在平台之上 我们这些软件呢 也是有的 什么MapReduce啊 Hadoop 是吧 那有了这些软件以后 就有了写的很多新的概念 比如说大数据怎么划分 而这一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微信的这些数据 我要把它进行分类啊 怎么检索啊 那我不可能让一台计算机来做 对吧 我可能用比如说几百台计算机 这个服务器同时来做 那这时候又涉及到 这个大数据怎么划分 对吧 这些这些任务怎么样一起调度 这些细节我们就不讲了 那那你说做这个大数据的调度 那其实也是有这个会带来新的概念 Hall Flow 这个concept 这个是13年的那个SIGCOM 上面首次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那好像今年我们的这个国内的同事中了 SIGCOM的中了好多篇 那你说我的还是我的那个观点 你要想做好东西的话 你需要工具 你需要有理论工具 你不能凭 你不能凭着你的两只手是吧 去干 那你说大数据调度它的工具有没有呢 也有数据工具 一个呢 其实就是那个 就是排队论 现在我看到的就是排队论的工具 一个叫Folk Joint System 这个呢是15年的时候 你看这个人写了一个中数 The SM Computing Servation 还有工具呢 我看到别人就是用Network Calculus 就是所谓的网络积分 就是原来在互联网上 算这个多媒体数据传输的时候 它这个延迟用的 那这个排队论 那是一个古老的工具 是吧 但你可以发现没有 排队论它有一个问题 这个排队论 它是一个方向的这个前进 它输入客户到达的这个规律 是比如说是博松分布的 然后我这个服务器呢 我服务是这个 这个规律呢 是这个指数分布的 它就算出来了 你平均等待时间是多少 什么吞吐量是多少等等等等 但是这个排队论 它有一个缺陷是什么 它没有反馈 你说我们这个控制系统 最重要的就是要反馈 你要是闭着眼睛走路 你走不了多久 你就走歪了 所以反馈 你睁着眼睛 你就看到 你就有反馈 你就能够把这个路走直落 但是这个排队论呢 现在来说 它一直是 基本上是没有反馈的 所以说你 假如论把排队论 做一些改造 做一些提高 那对我们的这些任务调度 或者计算机的应用 那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当然这个看起来很美好 但是这个任务也挺艰巨 好了 第四部分呢 我是讲这个 Big Data for Networking 刚才是说呢 我们网络层怎么样 为大数据服务 那现在要说 那个大数据 这个AI怎么样 为我们网络设计服务呢 这个呢我去年的这个十月 因为这个 i2e它 他们有一个 什么 newsletter 邀请我写一个 写一个像小总结一样的东西 那我就做了一个 一个小的研究 我就发现你看 这几个杂志 就是说我们现在 AI用在我们通信的 或者网络的这些 这些文章里面 这个现在现状是什么样的 好像去年的这个十月份做的 ACM这个 T1是我们里面最牛的杂志了 是吧 当时它这个 early access的文章呢 30篇 其中AI相关的文章是两篇 也就是说 用AI来解决网络问题的呢 百分比是6.7 然后还有transaction on communications 大概是4.9 wireless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s大概是4.8 也就是说 现在你看 我们开始有人用AI的方法 来解决网络通信的问题 但是呢 这个比例呢 大概哈 也就是在5%左右 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是一个比较 比较新的一个方法 但是为什么没有大量的发 这个 大量的文章出现呢 在这种顶级的期刊上面 我觉得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这个AI 他有时候他说不清楚 是吧 你看AI的人 他他说我用了一堆数据 然后我这个算法一算 算出来就有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 他这个可解释性 不能解释 为什么 后来说 他发现了以后才 大概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你这个解释不清楚呢 所以有的时候 不容易说服这个申告人 是吧 现在的问题哈 一个是AI他自己呢 他还不能够解释 他自己还解释不太清楚呢 就变成了一个这个 六个盲人和那个大象的故事了 逮到一 他摸到一个大象的腿 他说这个大象像个柱子 他摸到大象的耳朵 说大象像个扇子 所以说这个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 我的感觉就是这个AI 还处在一个比较初期的阶段 那最根本的问题呢 它是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理论 或者是没有一个恰当的工具 来来动 上一次呢 我的一个朋友 他们在这个 RH4E这个多媒体的那个 Transaction上组织了一个可解释的AI 他跟我说投稿量大概是200还是300 我忘了 也就是说他组织一期可解释的AI 那有大量的人投稿 但是他跟我说真正的这个可解释的这些文章呢 还不懂 也就是说这个可解释的AI 这个还在处于一个这个刚刚起步的阶段 大家都感兴趣 但是呢 好东西还 大家还不知道怎么弄 这个AI的problem 当然讲别人的problem都是 我们自己也有很多problem 是吧 这个AI的problem 一个呢 就是说AI呢 还是可解释性差 这个是这个Science上发的一篇文章 他说这个AI是不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come alchemy 这alchemy呢 中文的意思叫炼丹术 就是我们主代 这个那些道士念丹给皇上吃 所以明朝的皇帝都短命 因为他们吃这些丹嘛 这些仙丹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重金属 拱啊 是吧 所以他们 那你说他这个这个Science这篇文章也质疑 AI是不是在念丹 逮到一个是一个 大家都不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 我的理解 我看到的就是AI呢 它的低微空间是行的 一旦到高微空间呢 这个AI的算法好像就是不灵光了 这个问题都是 AI的问题 当然我自己也有点个人的理解了 这个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为什么这个有的时候 这个AI它在这个 低微空间行到高微空间不行呢 还是这个AI里面有一个 他们那个Machine Learning里面有一个 好多人在用这个叫做流行学习 是吧 Manifold 你要想把流行这个东西学好呢 我推荐你去 就是前面我们说的那个Tensor 那个我叫张亮 我建议你去看那个 北京师范大学 那有一个老先生叫梁灿斌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 叫什么 叫微分几何与广义相对论 上中下三本 你其实只要把上侧看完了 那你对这个流行的理解就深刻了 那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一维空间这条线 这条线 假如这条线上面有三个点 ABC 你这个AB的距离呢 就是这个蓝线的距离 这个AC的距离呢 就是这个棕色的这条线的距离 显然在一维空间里面 AB这叫蓝线 比这个棕色的线短吧 对不对 但是假如你把它放在二维空间的话 那显然这个AB 又比AC长 对不对 所以说你有的时候我们 假如用低维空间 概念我们想去描述解决 高维空间的问题 好有的时候 那有可能是很错误的 对不对 当然了这个AI里面 他们学习的里面 他们怎么样 解决这个 这个高维这个诅咒问题呢 他们有各种干的办法 有什么这个 成分分析啊 把它是高维映射到低维来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你这个映射的到底有没有效 是吧 这个好像现在是主流的方法这个 还有一个呢 把高维空间里面那个那个低维的把它把它挖出来 然后再进行这个在低维空间处理 这个我觉得要想解决的问题最好我们是去把这个那个微分几何那东西把它搞明白 大概搞明白 然后呢把这个工具我们大概搞明白 然后我们来解决我们计算机里面的问题 这样的话就就比较这个靠谱啊 不是在那儿瞎着这个盲人摸像 这是猜 最后一部分呢 我要介绍一下我们做的有关的大数据隐私的工作 我知道熊老师这个组呢 主要是做密码的 是吧 对 我以前也向熊老师请教过问题 后来后来我发现 这个合作是很好的啊 我现在呢 我一会儿再介绍啊 我们为什么要做大数据隐私呢 就是因为我看了Science那篇那个special section 他说 在那个我这个报告的前面 我给你提 Science他的这个杂志都说这个大数据隐私是一个问题 是吧 那我又觉得 哦 这个东西好 那我就做吧 是吧 从那个15年 从14年15年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做 那你看Science里面15年 他又请了这个Michael Jordan跟那个Tom Mikkel 他写了一个中述 叫做Machine Learning Trends Perspectives 对Science里面 Science也组织了专刊 那就证明这个东西好啊 是吧 所以邦东我们都跳进来做了 因为我们原来是做这个网络空间安全的嘛 做工房的 那转过来做隐私 那这是也很顺理成章 所以在16年17年 我自己就写了一个 因为我想做这个嘛 那我就做 我读了很多文章 对吧 我要理解这个领域 所以我就读了很多文章 然后写了一个这个 中述啊 就是这个 Big Privac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Privacy Study in the Age of Big Data 发在RWU Access上 现在这个好多人不待见这个啊 是吧 说这个Access是用花钱买的 的确是花了钱 但我不是买的啊 我花了很多心血写这文章 OK 另外我就发现 那做隐私呢 它的本质问题是什么呢 本质问题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呢是大数据的可用性 就是你这个数据 你比如说医疗数据 你把它收集起来了 你这个数据要有用啊 你要公布给 公布给大家呀 对吧 你要公布啊 在哪个地方 现在不是大家都在这么弄了吗 对吧 比如说这个肺炎 在哪个地方 哪条街道 有哪些人得到肺炎 这样的话 这个公众就不去那个地方 这样的话就 这个数据就有用了 对吧 Data Utility 但是你这个数据 公布的太仔细了 对吧 哪一条街 哪一栋楼 哪一家 那这个时候 你对那个 那个病者的 这个隐私的伤害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说呢 这两方面呢 其实是矛盾的 是对立的 那问题是 我们为了我们的应用 我们怎么样在这两个 两个方法 数据的可用性 和隐私的保护性之间呢 找到一个平衡 对吧 在我们特殊的这个应用里面 我们怎么样 既满足隐私的保护 又满足数据的这个有效性 这个就是大数据隐私的 这个一个核心的问题 你做研究呢 你肯定要抓住 那个核心的问题做 这样的话 你才能 你那个 你的工作才有影响力 那现在做大数据隐私呢 有两条路 一条路呢 就是这个工程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开立明 另外一条路呢 就是这个理论的框架 就是插分隐私 对吧 我们的插分隐私呢 是一个基于统计的这个方法 它只能用在这个信息查询的时候呢 做点这个工作 这个插分隐私的工具很好 已经十几年了 但是呢 也有很多问题 是吧 这个开立明呢 就是一个工程的方法 那我 我 基于我的这个学习 也听了这些 这些牛人的报告 特别前几天 那个北京大学黄铁军教授 他们组织了一个白军的支援大会 是吧 他们也请了很多什么 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些 这些大牛 请了好多这个 图灵奖 这个获得者做报告 是吧 我就听 其中有一个叫周以珍 是哥伦比亚大学 这个 特殊的学院的一个大数据 相当于大数据学院吧 它做的一个报告 它是原来是在微软 Google这些工业界干的 它就是说 现在做大数据隐私呢 还是 主要还是要靠密码 我们说 这个插分隐私 它是一个统计学的方法 有点像我们高数里面 那个 Epsilon Delta 它是一个统计学的方法 它只能在做统计查询 做其中 但是你说 真正的保护隐私 和用途来 还是要靠我们密码 但是那个密码这个工具呢 那是不是 它是 你看看我们这个密码这个工具 它最开始的时候 是为这个保密通信用的 是一对一的 我有一个密钥 我有一个密钥 我们俩都有这个密钥 所以 我把这个信息加密了 你用那个密钥给它检印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密码最开始是为了 这个一对一的通信用的 后来呢 云出来了以后 都不是这个 一个医疗数据 要传到云里面去 要整个医疗团队的人 比如有那么二三十个人 他都想看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他就要 他就变成了一对多 就是所谓的密码里面的ABE 就基于属性的密码 但是现在在一个大数据的环境下 其实我们是一对任何 对吧 我们这个数据 放在云里面 我们实际上任何想看的人 都可以去看 那这个时候 那个密码 他就 他要发展 那你说这个 有的人说 那行啊 你这一对多 你这个多 你把这个多 去现无穷 不就解决了吗 对不对 我 这个 前一段时间也研究过 所以我也请教熊教授 你们这个money 大概是多少 是吧 后来我这个研究了研究去发现 这个密码的人在做这个的时候 他在这个访问云里面加密数据的时候 他这个ABE是来做认证用的 他最后真正来做这个访问的时候 下载数据的时候 还是用那个 还是用那个对称密码 所以说这个 当然我这个不是 我不是很在行 但我的point就是说 这个密码这个工具啊 他现在不能适应我们的大数据 这个隐私 这个应用的需求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对密码这个工具进行 提升或者改造 是吧 假如你把这个东西能做出点贡献 那这个东西绝对是个好东西 那新的工具 你看我们新的工具 专门为隐私而生的新的工具 就是这插封隐私 但是插封隐私呢 只涵盖了其中很小的一方 所以现在呢 我觉得大家 你看这些工业界的 都还是在用密码来做这个隐私的工作 但是密码这个工具跟这个 跟这个大数据隐私之间呢 又不是很匹配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需要改造密码 或者是说改造这个密码工具 或者是说发明新的工具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理解 但是你说那是珠玛拉玛峰 对吧 是可以爬上去的 但是作为某一个人来讲 就是说那你能不能爬上去呢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看到了 但是能不能爬上去 能爬到什么位置 那就看你的这个努力的程度 或者是你这个 自身的这个条件和努力的程度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研究嘛 我觉得 好的 我这个呢 也是一些比较粗犷的一些报告 粗犷的一些内容 大概就这些 看看各位同事和这个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可以交流一下 谢谢